老板娘好 各位观众好 其实对方今天 企图给我们刻画的是 那是一个新科技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新科技底下 所有人即使有了病痛 我们都会健健康康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 从来没有新的世界 我们想看一下 从以前 在革命 在工业革命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全世界 我们要反对童工 小孩子不可以做工 结果现在呢 非洲 因为大企业要种可可 也有很多童工 这些童工 每一天的工钱 只有一块钱美金 然后我们喝的咖啡 一杯是多少 17块20块 对方跟我们讲 科技是中立的 不知道科技是中立的 但是 科技它落在现实社会 它还是中立的吗 我觉得不 有了器官捐献 是我们可以管制合法的 器官捐献 但是器官捐献的前提是 病人跟捐献者的健康 都是要在良好状况下 才可以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反对活体捐献 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健康的人 牺牲他的健康去救别人 但是转移病痛跟器官捐献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个是善意的循环 一个是恶的循环 今天其实转移病痛 它其实像一个short cut这样子 我们有生病 我们不需要去治疗 我们不需要去网抗 我们就有了这个short cut 可是人类 自从我们有了捷径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举一些例子的 比如说环保 先进的国家的人类 的人民 很勤劳地在垃圾分裂 他觉得他在做善意的事情 结果呢 因为找到short cut 这些垃圾就永远落在 第三世界国家 变成养垃圾 这个就是因为人类找到short cut 一样的吗 我怀孕不到 我找short cut 我找代孕 是 有需要 也有供求 但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这个代孕的 这个已经破坏了伦理 而且它导致很多 印度的妇女 完全不知道代孕是什么 但是他老公就逼着他去 连生几胎 就为了要出卖他的身体 所以你讲 这个有了这个科技之后 落在现实社会 其实只是让弱势的人 穷人 过了一个 出卖自己身体的一个工具而已 最后 伤痛是什么 伤痛是 因为伤痛 我们学会珍惜 因为伤痛 我们学会珍惜自己的健康 因为伤痛 我们学会趁早要爱 也因为伤痛 所以张俊宏 他的冠军才有价值 因为他是带痛上阵 你明白吗 伤痛 我们从伤痛走过来 我们才活得像一个人 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了伤痛 我们还是人吗 你不会珍惜 你不会警惕 你不会珍惜自己的成长 因为所有的痛 都是可以转移的 看谁转得比较快而已 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世界 谢谢 好 谢谢小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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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 这 你知道 都这么 можем 咱们